《財資大道》 林潔營 何文潔 回來《財資大道》 今早預告這部份會與局長聊天 我們會與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聊天 看看通關後交通安排的情況如何 物流方面的情況如何 早安 局長 早安 林局長 早安 林局長 早安 早安 香港和內地已經在昨天有限度 首階段恢復免檢疫通關 開通手翼的運作情況 如何協調一些公共交通的刑辦商 確保能夠有足夠的公共交通服務 接著市民來往口岸 總共有七個口岸 昨天都是投入服務的 當然有幾個是一直以來都有 有三個是有恢復服務的 在我們一直以來 其實我們安排交通的配套 我們與幾個方面著手的 就是來確保各個口岸有足夠的交通配套 比如說停用了幾年的車船 就是那些碼頭 其他一些相關的設備 我們都要全面檢查 確保它們安全 另外如果需要牌照也可以營運的 也都要及時更新 運輸業的從業員 他們都有足夠訓練 重新熟習的路線和航線 昨天我去到 樂馬洲之善的口岸 福田口岸和港珠澳大橋的口岸 無論是人樓或車樓的秩序都非常理想的 而港鐵亦都加密班截 亦都加派了人手 以應付親家的客流 就根據運輸桌提供的資料 在昨天全日通往各個口岸的交通大致暢順 我們亦都會繼續跟各個公共交通的營辦商 保持密接的聯繫 同時我們會繼續監察交通和運輸的情況 其實今天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日子 昨天是一個假日 開關後首個工作日 對 辦公和上學的日子 各關的公共交通 怎樣跟上班和上學的交通 相互影響 都是我們會繼續監察住的重點 我們運輸處也會就昨天拿到的經驗 他也會跟公共交通的營辦商 今天會坐下來再檢討一下情況 因為其實接下來那個 我們譬如星期六日一定是多些過關人 其實最大的挑戰可能在過年的假期之前 因為我們看到余約的情況 幾個口岸都是相當多人預約的 但是那幾天還是上班上學的日子 所以那幾個日子 我想我們都會非常之流失 是否都集中住在年二十八年年二十九的日子 因為現在看到余約的名額 那幾天都比較繁忙一些 特別是年二十八年年二十九的日子 可能還是上班上學的時間 這方面怎樣去監察住呢 我們固然看著余約的情況 但是其實最重要的是 究竟我們的交通配套的安排 我們是否到位了 我們有些時間的舉個例子 昨天開始 我們還有十天的時間 就去到年二十八年二十九的日子 所以我們是有足夠的時間 來安排去應付這個高峰期的日子 其實主持人我都想講一講 其實在我們來講 因為余約 其實余約在上午 它其實都由上午去到五十二點 其實都有幾個小時的 但是那些人流 它是否未必可以很平均地分佈 它可能集中在八點到九點這段時間來的 我們都預算這件事的了 也都在我們那個交通的安排 也都預留足夠的容量 有時大家都未必猜得到 它可能集中在一個小時裡面 或者半個小時裡面 我們都希望能夠有充足的交通安排 去應付這個人流的傷害 昨天看到那個人流的走向 就以北上為主 南下的人流似乎數量上又不是特別多 那麼挑戰位會在哪裡呢 主要是不是現在疫情在內地都嚴重 不是那麼多人即時會南下 但是我們本地的交通網絡承受量 是否當南下的人數越來越多的時候 譬如你說東鐵線 譬如陸路口岸 會不會承受壓力 能不能夠回到疫情之前 要怎樣跟交通機構配套呢 其實跟昨天我手上去到八點的資料 主持人家說得對的 南下的那些是少些的 最主要我們其實可能大約是六四左右 但是其實無論哪個方向 我們都不是太過擔心的 原因是為什麼呢 我們的公共交通 如果我講得比較地道些 它是一個回選就是壽司 就是說舉個例子 我能去它就會回來 所以只要有一個方向 我們高峰的方向我們處在這裏 另一個沒有那麼高峰 我們絕對不會擔心的 當然我們昨天第一天通關 跟著那些日子究竟是否每天 它的客流量是怎樣呢 或者通關他們過關人流 我們都會密切留意的 每天我們都會留意的 我們希望經過昨天 經過今天或者明天 但是我們約了一個 是已經知道大約那個 它那個我們一個pattern 譬如說你回高上學 就大約差不多 一個假日 我們估計星期六日都會多些 一個是春節前的假期 就一定是一個高峰來的 我們都會嚴陣以待的 我們最重要就是說 究竟那個公共交通承慣商 它是可不可以 是能夠提供到 就是按個需要提供到那個配套 這是最重要的問題 目前有沒有兩手準備呢 隨著香港和內地方面通關 其實港鐵那個東鐵線 就轉用了九卡車 還有客量應該都是 較疫情前是少了一些 東鐵線在繁忙時間 能不能夠負荷到呢 這方面其實有沒有兩手準備呢 現在每一天港鐵就會安排一百三十五班車 去到諾馬州之線那裡 那個容量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港鐵的容量很大 那個承載力我是完全不擔心的 我們都會繼續看待的情況 我們都會繼續督促這個港鐵公司 就留意得到乘客出行的模式的變化 還有因應乘客實際的情況 按需要來調整班次 如果有需要的話就加班 譬如在乘客搞多屋的車站 我們加插一些子彈車 在那裡開出的 未必是那些車是走完整個路程的 變成就按實際的情況來做一個分流措施 協助疏到乘客和配合乘客的需要 昨天有些新聞訪問都提到 有些市民一過了這個諾馬州 其實就過了福田 走去深圳北那裡搭高鐵 預約了高鐵的車票 香港的高鐵站要開通道 就真的很便利 直通國內很多主要的城市 尤其是華南地區 高鐵比乘客快要乘飛機 現在是否真的1月15日 可以如之前這樣說 恢復香港高鐵的運作 首階段會接通什麼站為主呢 高鐵的準備功夫 現在物流緊故了 市營運也開展了 無論是口岸工作人員和鐵路公司工作人員 他們其實都在站類似的地方 其實都在做一些功夫 譬如熟習程序 市營運也要準備開放 我們如果有進一步消息 我們會向公眾發佈 至於開放之後 究竟我們去哪個站 其實我們初步還是去福田、深圳北、廣州南、廣州東 因為我們最主要去廣州這個地方 將來跨省那些或廣州以外那些 我們下一步我們再處理 但之前你講得對 因為高鐵它是非常方便的 你去到廣州南都在講48分鐘 或者51小時內 其實對於市民來說它是很方便的 最重要的情況就是因為 你無論看深圳北和廣州南 它是全國的高鐵的樞樓 在那裡轉車去省外 或者全國各地是非常方便的 我相信我們如果能夠重開得到 這個高鐵服務一定是很受市民歡迎 另外航空方面 除了香港和內地多家 航空公司都要逐步增加 或者恢復回流往兩地多個航點的一個客運班次 與其人流也會隨之增加 那邊的監察運作又是怎樣呢 飛機那裡其實大家都可能 最近都聽到一些報道 由1月8日開始 因為隨著內地它全面開放 那就是說它除了國內國外 它都是全面開放 所以一定那個航空的需求一定是大增的 早時航空公司也都宣佈 1月8日它們都會增加一些 或者恢復香港 去北京 上海成都下門廣州這些定點的客運的航班 來應付需要 我們是鼓勵航空公司 無論是本地航空公司 或者是內地的航空公司 如果它們加班來到香港 加入一些班次 其實以前有的 不過現在回復這些班次 我們無人歡迎的 我們都會盡量在短時間 民郎署去批准這些航線 可以應付到客流的需要 我們都會在這方面盡量提供協作 看現在機場運作很暢順的 我們三跑就落成了運力大增 遠遠都未去到不夠運力的境況 真的要配合復償的時序 但是現在暫時政府看 船票有沒有和牛黨呢 有沒有炒賣呢 大部分日後的高鐵 都會不會維持實名制 防止這些情況發生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公共交通的運力 和車票、船票的銷售情況 我們覺得現在都是足夠的 高鐵一向都是實名制的 當然在購票安排 我們都提醒了船公司 和一些直通巴士公司 如果有犯一些違法行為 我們都會採取跟進行動 和我們都會和內地執法部門 和香港警方在這方面 保持密切的聯繫 在這方面我覺得最重要 如果我們有足夠公共交通安排 黃牛方面一定是不可能很活躍的 最重要是多路多通 都不需要找黃牛黨 總有方法回去 好像見到過境巴士 乘辦商很快 有些點都做過境巴士服務 還有一條龍做核酸 還有套餐 這些市場靈活運作 但是全面24小時通關 算不算政府其中一個目標 大概幾時左右會落實 過去24小時運作的往來 即是真是全面復常 這個全面復常 無論是政府或市民大眾 最想見到的東西 當然我們都是要按部就班 政府也都會盡快 盡快我們會檢視第一階段 整體的實施情況 昨天我們是第一天 我們都會總結那個經驗 跟內地相關單位保持溝通 再決定往後的安排 包括增加我們涵蓋多些口岸 適度加大 每天的人數安排等等 這些我們都會 隨著進去做的 另外呢 對於近日 因應疫情 對中國內地的旅客 實施入境的限制 部分的國家 也都對港人方面 那個入境都有限制 這方面呢 其實是怎樣應對呢 其實這方面呢 政務司司長早前已經去信幾個駐港領事館 表達關注 其實香港的輕政比較高 雖然我們每天都維持了一萬多宗水平 但我們覺得我們已經是一個穩定期了 所以我們覺得他們是沒有必要去增加這些難題 因為現在事實上全世界都是一個復常階段 我們亦都希望大家就住各國和各地方人員的交往 我們大家都希望早些復常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覺得有關的國家是沒有必要增加香港旅遊的入境要求的 我們亦都會據你力爭 希望他們能夠早一些設施這些入境限制 希望香港和世界都接軌 沒有那麼多關卡 其中一個和內地通關之中 都很多人關注 就是羅湖口岸的開通時間 看回數據 2019年上半年為例 羅湖日軍的客流量去到23萬人次 出入境最繁忙的關口 現在第一階段未開通羅湖 這個都可以理解的 但是羅湖未來在15、15、15規劃 就要融入國家的高鐵網 現在仍近一些重建 林細鴻局長 會否跟我們披露 羅湖現在進度是怎樣呢 重建中度 以致開通到哪個階段才會羅湖接通呢 羅湖口岸的通關能力是很高的 主持人也說得對的 就是在疫情之前 限定一天都平均二十幾萬 如果你說是長假期前後 我記得有時候都超過三十萬 這個羅湖是我們陸羅口岸最大的重鎮來的 我們都希望做一些羅湖能夠通關 羅湖在做一些工程 我們都會和內地大家就住這方面 去看看他們進度的情況 我們都希望羅湖這個關能夠早些落成 落成的時候我們都會盡快通知自民大眾 當然羅湖那個如果落成呢 我們也都會在通鐵線那裏 那裏會做一些調整 去配合羅湖通關所引致那個運量的需要 接下來如果陸續開放第二第三年 甚至全面複上的時候 有機會再邀請局長和我們分析當前的情況 謝謝林西雄局長 今天謝謝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西雄 謝謝你先的 謝謝林西雄 謝謝林西雄